来关心在这个总统大选落幕之后 马上接下来在立院的部分 下期的立法院三党不过半 那么现在民众党的八席立委是一个关键的少数 那现在可以看到国民党的部分局定名 韩国瑜已经率先表态了 除了要来展现在国会最大党的态度 同时也保留跟民众党合作空间 那么可以看到过去在蓝白在总统大选的谈判过程 这次的立院龙头之争 国民党在韩国瑜摊牌先选择了他的搭档江启臣 突然这样的一个出手就是避免党内的分裂 另外也传出因为党内也有大立委想要来争取位子 由意来杜绝党内争议人士台面下有进一步的动作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社论部分表示 抢先机第一劝退小中尉的蓝尾 第二就是避免被动的等民众党白营的动向 再来要来确立未来的自主性 不过国民党也表示说呢 现在在这个韩国瑜争取立院龙头有共事 那么是不是要跟白营来合作呢 是个保留的态度 现在韩国瑜先来点名了江启臣 两个要来搭档 小竹立法院的重副院长 那您可以看到现在有这样一个说法传出来说 如果说没有选上的话 落选的话难道就要辞掉不分区吗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媒体报道 对此韩半在昨天给了最新的一个回应 但是表示是不会有特别针对这样的一个传言来回应 那可以看到在副院长的部分 在国民党将启臣 现在呢已经是在韩国瑜搭档是确认 那么民进党 民进党现在也传出有可能是蔡奇昌 那现在这两位的正负龙头之争 在这个韩江配 再向还有这个民进党的游蔡配 比较巧合的是 关注两位副院长的候选人蓝绿 江启臣蔡奇昌 事实上这两位呢 大家也都蛮熟悉的 这都是出身台中 四年霸的立委 都被视为是角逐 2026台中市长的一个热门人选 所以现在在立院的副院长之争 是不是已经是 两年之后台中市长的一个前哨战呢 这一回看到江启臣的部分 立委德克里无期 江家军驻政如团队 那这次这次呢 国民党在台中 哇选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至于说蔡奇昌虽然呢是赢了 但是险胜蔡必如 同时呢他也是2016的立院副院长 那现在也传出 民进党的部分 赖清德当选之后 指派了前民进党主席卓荣泰 要来协助国会龙头改选的事宜 不过针对这个部分呢 在中泰也已经来表示 那清德并未深入院长的选举事宜 也未曾指派进行任何的工作 对于传出派新妇来奔走 要抢下国会龙头 现在已经否认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也传出游锡坤 也找来正国会的子弟兵来奔走 好现在在绿营的部分 将会有三套剧本来推演 如果说第一轮投票没有过半 将要进行第二轮相对多数的投票定生死 那这也是绿白斡选的一个重要深水区 那至于白银呢 要跟谁来合作 大家也很关注 因为三党不过半的状况之下 那柯文哲现在呢 他表示说要挺谁 大家再看 他表示说针对立院正副院长的选举 民众党已经有提出想法 有致竞选者要来致力推动国会改革 而非只求落实党义 国政大量哥说了 传出一种声音 民众党呢 在院长支持游锡坤 副院长支持江云成 因为内部是有反韩票是投不下去的 那现在在这个韩江沛 已经是表态要来角逐了 我们等一看 国民党睽違八年 再度成为国会最大党 新一届立院政府院长争霸战 国民党韩国瑜江启臣率先表态 组成韩江沛角逐 还说愿意将副院长一职 优先给民众党人选 而民进党随即推出 现任政府院长游锡坤 蔡奇昌搭党迎战 至于选前多次承诺挺韩的民众党 现在却说不会跟个别候选人私下协商 言下之意不排除跟绿营合作 选前狂喊下架民进党 选后难道献出原形 网友狂轰 现在要别人跟你谈条件 代价而辜 别忘了选前立委蓝白河 韩国瑜力挺蔡壁如 难道都只是过眼云烟 说我是新北第一选区 我也跨去到新北第二选区 帮民众党的立委候选人来站台 互相等各合作 我想这才是民主的价值可贵的地方 来一炮轰民众党选前选后 态度不一样 民众党包括柯文哲等人 都公开说支持韩国瑜 可是一选后就改口 政党还是需要有诚信 如果是选前说一套 选后做一套 未来要再做合作 互信基础就会越来越薄落 新国会二月一号开议 立院龙头争霸战 蓝绿备战 民众党持续代价而沽 再也喊话 别让关键少数变成作乱少数 记者谢鸿如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 国民党推立院 韩将配要来争取 国会的正副院长 不过两个人事实上都喊出 有意愿来跟民众党合作 副院长一直更是优先 要给民众党推出的人选 但是现在看起来民众党似乎不买单 前立委林卓水就说了 韩总出手主客议位 并说 习日在总统选举的时候 白党身价非凡 这是个钻石级的关键少数 但今日议长选举 白党成了玻璃珠级的不关键少数 在惊喜对比如梦如幻 那可以看到在这关键的八席 大家也在关注 那么在民众党的部分 将会如何来合作 那现在国民党的韩江沛搭档来角逐 前立委郭正就分析 绿营的策略 恐怕会找机会突袭 应该是这样 因为我不认为民众党会 跟政党联合 应该不会 这很好 就是搭一个区域的 很好 而且总招找区域的是正确 因为真正的主战力还是区域立委 不过韩国会委屈一点 因为主持院会蛮无聊的 不过这个立法院长可以做很多别的事 包括跟社会各界 那他如果 不过他未来要退出党派 那希望就站在台湾的角度 可以讲一些比较重要的发言 不过我是觉得这样 就是国民党未来一定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出席率的问题 因为我常常在立法院待着都不走的 因为我是台北又是不分区 所以我几乎整天都在立法院 那院会或者是委员会 常常会有突袭状况 那民进党因为席事比人家少 所以一定是搞这个 那国民党的出席率一直都不好 都是假期动员要来投票 那大家就会遵守 可是平常大概委员会 都是咨询完就走了 大部分 那我认为整个立法院的 那个战术会改变 新国会马上2月1号开议了 那么立法院的正副院长选举将登场 现在国民党不分区的立委当选 韩国瑜率先来表态了 他要跟立委江启臣 两个人组成韩江沛 角逐正副院长 江启臣就喊话 如果说民众党愿意合作的话 你让副院长一辞好愿意 那么立委洪孟凯就说了 这也能联盟如果能够整合 对于国会监督民进党势必 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而台北市议员尤淑惠则认为说 韩江沛这个策略是恰到好处 能合就合不能合呢 又有自己的战斗力 韩国瑜搭档这个江启臣 看起来他们就是希望是能够用一个 正副院长的搭档参选的角色 直接出来诉诸于我们113席的立委的一个支持 那可能也某种程度上就是来破解是说 会不会有所谓的政党合作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 但是呢又留下一个伏笔 我觉得这个伏笔也是非常好 就是说如果说能够有民众党的角色 就是在野的联盟能够整合 其实我想这才是最关键 对于人民的立法院 对于国会一定可以下 可以闲置到民进党这样的一个 监督制衡的角色 我个人觉得昨天韩江沛的搭档跟策略 非常恰到好处刚刚好 软硬兼施两手策略 如果能合作我们就合作 如果不能合作我们也自己有搭档的准备 能战才能合 过去的一年我们一直被一种 不合作就会输的恐惧所绑架 所牵制 搞得我们整个选举的这个步骤跟策略 一直要去配合别人 合作固然能够创造更大的力量 但是不能够一直被不合作就会输的 这种恐惧感所绑架 那国民党现在身为国会的第一大党 我想要对人民展现出负责任跟担当的态度 希望可以先等蓝绿他们对于我们的国会改革的四大诉求 到底他们有没有具体的一个回复 我们再去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那当然不排除可能自体人选又或是我们全部都投给蓝的 或都投给绿的 其实都是不排除各种的可能性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